今天我看好多朋友都在讨论 关于某某岛 某个跟爱因斯坦名字差不多的人 还有某些这样的大科学家 为什么会跟那个啥啥岛扯上关系 可能是因为涉及到了一些 大家意想不到的名人的名字 很多人都开始关注这事了 但其实这个事可不是刚冒出来的 我以为很多人早就知道了 那碍于尺度 我就简易的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吧 您当真的假的都没关系 我只想表达的是 这个事情的背后所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 绝不是热闹本身那么简单的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坦格 本来他是在公众眼里边 白手起家的富翁一个 在纽约有别墅 巴黎有豪华公寓 加勒比还有私人小岛 甚至墨西哥还有农场 还不止一架私人飞机呢 因为兜里衬 所以跟很多美丽村的 这一届商界名人都很熟络 各大宴会派对都有他的身影 传说中他还有一架波音727飞机 空姐都是美丽的女生 还有个小岛 岛上有些小别墅 还有更多美丽的女生 他会接那些名流 大佬去那个岛 多了就不说了 因为不好描述 我们要文明讲故事 其实早在2003年 这个惊天大秘密 就被媒体给发现了 如果您觉得这事 只是跟尺度较大的电影情节似的 如果您觉得 这只是跟在韩国曾经的 某次恶行的事件一样的 那您可能只是看到了 表面上的风月的一面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2003年才被发现 据说一旦有人上报 就被压下来 那里不是没有有争议感的叔叔 可是一旦继续追查 就会被跟踪 监视 甚至是威胁 所以怎么查 记得2017年的时候 有个轰动世界的me too运动 很多人站出来说 自己被伤害的经历 坦哥的事情 才被人又重新拿出来说 直到2019年 坦哥才被抓 而他进去之后 才一个月 纽约解封了 跟他相关的2000份文件之后 就在我们大家觉得很多细节就要被爆出来 很多名字要公之于众的时候 他竟然在里边上吊了 而且信不信有你 事发时监控还刚好坏了 室友也被调走了 你说奇怪不奇怪呢 虽然如今坦哥小岛还有名单的事呢 又被就是重提了 大概率与他们内部的高层 或者一些人的斗争有关系 但是这件事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真的让人不寒而栗 这个被很多人崇拜的国度 竟然有这么不堪的事件 涉事人还都是如此重量级的社会名流 包括商政界 文艺界 甚至科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而这么不要脸 又明显违背轮朝和法律的事情 竟然被这些人包庇着 进行了这么长的事件 最后关键人物在狱中还离奇身亡 其中有多少官员参与运作不言而遇 简直可以说是无法无天了吧 同时我觉得通过这次让很多人大呼不可能的 不管是某金还是某名人某明星 都应该给我们大家敲醒警钟了 别再给某些名人上滤镜了 那些滤镜都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太厚了 厚到让你都看不清楚他们真实的样子 这个滤镜也请从美丽的国度给扯下来吧 有些人心心念的高端大气上党次充满自由与公平的地方 其实卸下那滤镜背后隐藏的肮脏龌龊 只会让人大跌眼镜 咱们既然知道了这事就不能只是看个热闹 咱们得知道背后的逻辑 还有如今这个岛的名单公开 引起了全世界的轩然大波 关注度实在太高了 既然把肮脏拿到阳光下了 我们就要呼吁他们必须得采取行动 积极调查并且公告天下 这是对受害者的尊重 对当今全世界法治社会的尊重 某国不要再把世界人民当傻子了 这件事传播开来对世界舆论 对人们包括青少年的价值观都影响很大 我本以为咱们的互联网上 应该有很多人去聊这个事啊 不过呢好像不是这样的 那我就听目前默不作声 本来应该智力有声的各位新闻人 不禁想问一下 这么难看的事 你们这些美丽国度的人知丑吗 话说2024年开年的瓜就这么大个 接下来咱们大家可要坐稳小板凳了 指不定未来还有什么 让人意想不到的故事呢 你们准备好了吗